在北京定义经济自由的概念是 大概是三个亿 没几个人可以自由 三个亿能放多大的房子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呢 干什么呢 或者说你觉得金钱会压垮自由 我跟你说我真有个例子 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从英国买了一只戒指 很贵 20万吧 然后寄到了香港 让我帮他去拿 我当时从那个海关帮他拿那个 然后拿回办公室路上 我就一路就很小进 可能就走路就10分钟 但我就走着赚赚惊惊 真的是 过去几年普遍认为钱是 越来越多了 还越来越少呢 我觉得我很勤劳 但我还很贫穷 我们可能很多人超了600块钱 就开始分期了 太难了 分钱那种焦躲也好 渴望也好 是年轻一代人 普遍的一种状态吗 对我感觉这种是一个视角 就是中国人如何转入金钱的世界 钱在我们生活中这么支配性的角色 而且是一个膨胀式的支配 每个人都觉得跟你有关系 但是又说不清楚 对 就这种感觉 我就特别想理解这种东西 他本来是一个学计算机的人 然后慢慢去金融学 金融学又回到去历史的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 或者一个学者 你现在你在那些节目做得怎么样了 还凑我吧 我觉得就是我妈害了我 很小时候那时候 买菜的钱 我妈你说这钱脏得比较碰的 你钱是觉得钱是不太干净的一件事情 这谈钱对我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文化人不愿意谈钱 但实际上的话 因为真实的人要吃饭 从金融的角度来理解 很多的中国历史时期的那些发生的事 可以带来更真实的发现 我觉得他身上折射的实在变迁很重要 在17年12月有18位考古学者在《Nature》 《自然》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18位考古学者就想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人类放弃原始生活方式一览 这1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人类的收入差距 财富差距越来越扁平了 越来越缩小了 还是越来越扩大了 当然很遗憾的 就是这18位考古学者的 考古证据的研究发现 每次技术进步都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恶化 新技术发明出现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学这些新技术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即使学了也不能够把新技术带来的潜力挖掘出来 就越往前走 就越使得人类100个人里面 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的人 越来越是一个很小比例的人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更悲观的 就是过去历史上有没什么办法 人类的财富差距 这个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也有了大规模的群体暴力 战争 战争 1914年之前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达到人类社会的顶峰 是因为工业革命和第一轮的全球化 然后一战发生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1929年的金融危机 把民怨和人们的方方面的不满 给释放出来了以后 同时又把民粹主义 反移民 反外国人 排外的那些情绪 都也调动出来了 就为1937年的二战发动 又垫立了基础 然后1980年 又新一轮的基础革命 再加上新一轮的全球化 也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的 80年到08年 财富差距不断的积累 收入差距不断的积累 然后08年 09年金融危机 09年之后的民粹主义政治 在各个国家都抬头 迫使这些政客都去选择贸易保护主义 发动贸易战 排外反移民 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跟3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和欧洲的经历 也是一样的 至于说这一次是不是会重复上一次的第四个阶段 就是战争 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概率比较高的这个战争 更多的是冷战 在一些看不见的没有硝烟的领域来进行竞争 对抗 脚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普通人 除非你是从娘肚子出生 就带来了很高的天赋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就是多读书 嗯 你是什么时候到今天上午 我昨天晚上到 说晚了 太拥挤了 对太拥挤了 没有空间 而且我不喜欢人看起来都很有效率的样子 我不喜欢 太不放松了 最近一段呢 对于说 我准备要写的另外一本书 嗯 就是从那个金融的角度来 嗯 尤其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啊 嗯 重新做一个梳理 那您用金融的视角来重新看中国历史 历史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是这历史的什么特性开始重显出来 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中华民国新成立不到三个月 孙中山把那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让给了袁世凯 我个人觉得因为孙中山没办法融到自己 中华民国这个这个成立了啊 军小拿不到手 所以当时的话每天有这个十几二十万的那个民军啊在南京整天在临时政府门口去抗议要要钱 如果袁世凯有这个信用 他跟那个日本和外国 那些外国银行的关系很好提供了啊非常重要的那个资金的支持 对我看您反复的讲这个观点就是近代国家那些凡是借贷的国家他们都获得了一种现代发展那些国库里很多存着经营的人这国家反而都垮掉了吗 对 是的 是的 就实际上是提前把未来的收入搬到今天来花先让自己发展起来 让自己这个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思维上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障碍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突破 还是在这种过程中好像照样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够理解 这个金融的逻辑有一些人是看到的就是金融的坏处 因为有可能金融借贷会让一个国家这个破产啊 让一个年轻人那个因为越共啊被这个压垮啊等等 那个是很明显的因夜费时的这种具体的表现 因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 但是呢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 所以这种矛盾呢靠什么来解决 就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那肯定还是要通过金融产品 把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收入进行重新的配置 我以前在很多场合包括一些书里面也谈到过 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 从他们一开始出现呢 首先是为了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提供一些工具 就是金融工具呢就恰恰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前安排好未来 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这些各种不同的风险 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这个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 保持你个人的自由保护你个人的权利 同时呢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业 不至于这个第三下次的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金融市场是很重要的 仍然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钱做统治的城市 就是说金融既可能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掠夺的手段 就是都这两种是并存的嘛 就是你对您来说这种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 这个经济自由到底展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呢 在做这种讨论思考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要承认一个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就是现代经济离开金融是不行的 就现代经济跟那个原始社会的经济 一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呢就是 是不许拍什么 不许拍吗 这是公共场所 要生气要生气 那好吧我们走呗 然而不好意思啊 得不贵 挺好的就是金融的发展突然被打断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时候您什么要回去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看清楚 大概五四点一起 还是这么漂亮的 我都很了解 真是很漂亮 不真实的很漂亮 第一次来预和园 应该是85年 嗯 那个时候我在国防科大 读研究生 嗯 国防科工委的跟那个航天部 嗯 有一个机会 要组织一个中国的代表团 嗯 去瑞典 嗯 参加那个 一个世界航空航天大会 嗯 然后我们 校理引导呢 他们知道 有陈志武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英语好 英语还不错 在那年十月呢 就第一次到这个先到北京 嗯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中国 只要也是第一次到北京来 就顺便在这里 那等于第一次出国 对 嗯 您不介意吧 不是我不介意 对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是很大 嗯 二十三岁 嗯 第一站呢是在那个苏黎市 我们当时坐的那个一个小巴上面 嗯 然后呢那个车啊就是 每隔一会过一会 他又停一下 嗯 每过一会又停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嗯 周边也没有人 也没有别的车 嗯 他为什么这个过一会又停一下 过一会停一下 因为我们在中国到那个时候为止 还没有那个习惯 就是红灯和绿灯的那个区别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就觉得 哇这个是效率多低啊是吗 哈哈哈 没有人也没有车 为什么还要停停下来 嗯 所以这个事儿是让我后来一直很多年 嗯 都没有忘记的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遵守那些规则 嗯 然后让我当时这样的第一次走出中国的人来说 我就觉得很不自在 这个规则问题就开始就等于埋在您心里开始想那些问题吗 什么时候你开始想明白了啊 原来是这样的规则反而是有效率的 这个是很多年吧 嗯 因为坦率讲 就像我现在我还在具体的想怎么更通俗的解释这个东西 解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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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演变 嗯 因为原来这个社会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次序都是没有的 嗯 因为本身的话就是世界的人口 啊有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嗯 大概只有几百万个人啊 嗯 所以这个这个地球这么大啊 所以这几百万个人随便散布在哪里 都是啊 用不着这个分为把各个东西分成为你的我的 他的资产是不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 嗯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啊 从原始社会开始进入了定居龙根了以后 走出这个龙根社会啊 慢慢转变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 嗯 不要建立啊 各种次序的挑战是很大的 那我们可以坐这船是吧 挺好 嗯 对 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您 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 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 就是这种 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嗯 这就是经济学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嗯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嗯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啊 嗯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嗯 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年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啊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嗯 就是按照生产力 嗯 是唯一的判断 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停滞的 几千年都是停滞的 嗯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呢 实际上原影不止是这样的 嗯 人类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呢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的 都是围绕的一个方面 就围绕的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呢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那个产出的那个背景之下呀 嗯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啊 嗯 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嗯 这是人类人类啊 这个文明化的啊 进程中间最最重要的 人类不算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 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 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 而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由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你说这样一个进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 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 顺着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这个 这个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防老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啊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 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 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 小孩上学 把你管理 红白喜事啊 儒家文化 支持建立的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 足够好的安生利命的这个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靠族人 提供那个帮助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 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这因为那个孔家店给我们中国人 一直是提供那个安生利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 对于这个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让那个儒家文化对我们面对的 没有个人啊 没有权利的这个体系啊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做计划 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山到摇篮 很多的人呢可以靠这个国家 后来的话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留念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 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谓这个捆绑在一起以后呢 到最后的话 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啊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二十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了 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好漂亮 您站在香港说又特别有意思 就是孙正山开始革命的地方 又是中国近代金融开始的地方 对孙正山是香港大学的 是啊 港大最早学生 对 这还有 来您请 这两年真的在这工作了 然后置身于这个香港 这么一个金融跟历史结合的 卢皮斯紧密的一个城市 您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 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那个 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让我们去看到 就为什么人类社会 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文化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地理文化性也好 就是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 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这种改造 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 量化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这个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跟那个新教社会那个差别 然后重点去就是挖掘出来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以这个新教社会为主 当然那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舒服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考古证据明显的告诉我们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东伊拉克叙利亚 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新月沃土的那一带 当初那个陶片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 谁欠谁多少的那个钱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就基本上停顿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原因 就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写下的这个不同的 关于人世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记 有几段的就谈到了关于借贷的问题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 如果你把钱借给 strangels 借给陌生人 那么你就是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 后来基督教这个解释呢就是 讲到的这个 这个strangels 陌生人指的是敌人 嗯 也就是说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 做放贷做金融交易 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嗯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它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利益的 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再去 生钱赚钱的话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像小孩一样的不自然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 那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 所有的利息 都必须的禁止 嗯 一直到这个十六世纪中期 家务文对生命记忆的这一段话 重新做解释之前 在天主教社会里面 是不可以 做有细放弹 因为天主教是这个强调这个禁欲 强调这个自己 抑制自己 跟儒家很类似的强调 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资本的这个投资和积累 然后更不能够容忍这个个人权利的伸张 和有太多的个人自由的那种追求 但是呢十六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 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马丁路德就是呼吁大家 不要让罗马教庭 罗马教皇告诉你 上帝是说什么 这个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 你自己去读圣经 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 然后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核心的就是对于个人解放 个人的权利啊 这个自我决策的空间 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身命运的空间 然后那些差别呢 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澳门 一个是澳门 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 有的文章里面会谈到这方面的 到目前为止 关于商业的证明 金融用钱赚钱的证明 到目前为止 严格说还没有进行过 没有做这种观念上的改革 论理上的改革的话 那个阻力还是有 在文化上还是会有的 那即使说在过去的 比如40年这个改革期间 其实商业人物已经成为明星嘛 成为一个全民明星 而且所有人都想成为那样的商业成功人物 其实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这种基本观念 还是没有真正改变是吗 40年的改革开放 在我关注的历史更长的一个时段 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的话 这个是很忽略不计的 所以短短的40年里面 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 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 伦理层面的 道德层面的那些话题 先做了再说 就好像那个Nike的那个广告 Just do it 是吧 所以过去的40年 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抓的老鼠就是好猫 就是那个精神 就是Just do it 是吧 做了再说 这个时候的话 关于赚钱的伦理 这个金融的道德基础 这些问题没解决的话 到最后你赚的钱 可以有几百亿几千亿 你可能还是没有安全感的 40年改革开放以后呢 这个也是时候了 不只是Just do it 可以是吗 嗯 是怎么回事 是要瞧瞧视像头 嗯 对你日常生活的比较变很大吗 还好吧 还好吧 大家都愿意接受一些牺牲 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开始 我就觉得 从美联储做出的反应 从美国政府 到这个欧洲的这些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反应 都明显的表明 大家都要 都愿意去往极端的方向去采取一些措施 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恢复了很多 不过话一说回来 这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 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呢 大规模的瘟疫是主要的 这个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一种力量 过去两千来年 以这种方式呢 每隔一段时间就把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 又重新调整一下 又走回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但是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 让我的话明显的感觉到比较强的一点就是 哇 有了现代政府 什么时候只要有挑战都去干预 对经济做干预 对于这个大自然做干预 加上又有央行通过货币政策 不断的以这种方式 那种方式去做干预以后啊 把原来历史人类历史上 以这种自然的调整的过程 去这个重新配置财富和收入 在社会中不同群体中间的分配 把这个规律的又给打破了 危机以后还是最终呢 还是那个富人更富了 这个穷人继续在社会里面 所以您觉得这场 就是这场这个新冠这个危机 它不会对既有的经济模式 带来特别的影响 反而加固了以前的经济模式 是不是 是的